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美国当地时间8号结束了将近20个月的入境限制 低价载着旅客的英国航空班机 抵达了纽约的甘乃迪机场 因为疫情被迫分隔两地的家人终于见面 很多人在机场激动的相拥而弃 现在只要完整接种过美国FDA 或者是WHO认证的6款疫苗 而且也提供登机前的阴性证明报告 就可以入境美国 而现在不止机场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 汽车也开始大排长龙等着入境 预计结束限制之后 富美的旅客数量会成长50% 移民人数也会大幅增加